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对媒体说 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给王室蒙了羞 所以从今天开始辞去一切公职 并且无限期搬离白金汉宫 可是知情人心里清楚 他压根就不是主动辞的职 而是被他妈赶出了家 为了王室的生意不破产 此时此刻女王只能牺牲这个他最喜欢的儿子了 那么安德鲁究竟给王室闯下了什么祸 以至于女王要把他赶出门呢 闯祸是有原因的 这个我们得从根上开始解释 现在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共生了四个孩子 老大是查尔斯王子 老二是安妮公主 老三就是这个闯了祸的安德鲁王子 老四是爱德华王子 伊丽莎白二世27岁那年继承王位 如今都93了 身体依然健康 他的老大查尔斯苦等了63年 看情况还得继续等下去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熬过母亲大人 这老大都等不到王位 那安德鲁就更别等了 因为论王位的继承顺序 他得排到第八位 明明是女王的第二个儿子 那为什么会排到第八位呢 因为英国的王位继承顺序 是先照顾老大他们家 查尔斯生了俩儿子 老大是威廉王子 老二是哈里王子 所以排第二的是威廉王子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 这就直接导致哈里王子都排到了第六 而哈里王子五月份又喜得贵子 于是年近六旬的安德鲁就被活活挤到了第八 熬过母亲和大哥没问题 但这绝对熬不过大哥俩儿子和四个孙呢 所以安德鲁这辈子想当国王 怕是没希望了 在自己的四个孩子里边 据说女王最喜欢的就是安德鲁 年轻的时候 安德鲁王子确实也比较争气 秉承着英国贵族的骑士精神 他曾经到海军服役 后来还学习驾驶战斗机 当1982年英国跟安根廷为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开战之后 安德鲁还开着飞机上了前线 爱子心切的女王在两个月的战争期间一直捏着一把汗 两个月之后 女王和菲利普两口子 站在普茨茅斯军港的海峰里 迎接自己最疼爱的安德鲁王子凯旋 1986年 安德鲁和一名上校的女儿沙拉结婚 婚后 俩人给王室生了两个公主 一切看上去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10年之后的1996年 安德鲁和沙拉离了婚 从那以后 这位王子就染上了一些坏习惯 他最近被王室闯下的大祸 就是他的坏习惯引发的 一朝贵为王子就注定是上流社会的宠儿 离婚之后的安德鲁王子喜欢上了玩 尤其是在灯红酒绿的场子里 搂着妞跳舞 跳累了带回房里聊人生 在此期间呢 安德鲁认识了一位美国土豪 名叫爱波斯坦 这个土豪更会玩 他的玩法让安德鲁王子大开眼界 也深陷其中 关于土豪爱波斯坦的财富来源 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 有人说 这个人就是上流社会的前客 专门在有钱人之间 这个牵线搭桥 从中捞取好处费 同时啊 他也有自己的财务公司 帮有钱人做一些偷税漏税的活 手续费和提成拿到手软 赚到钱的爱波斯坦到处投资置业 在纽约有豪宅 在新墨西哥有农场 在巴黎有别墅 在加勒比海上还有私人小岛 每个豪宅的车库里边都停着豪车 还有一辆忙碌的私人飞机 所有跟他关系好的名流们 经常出入他的豪宅 也坐着他的飞机到处玩 其中就包括安德鲁王子 土豪爱波斯坦有个变态的癖好 那就是玩弄女性 而且还是未成年的女孩 他不仅自己玩 他还把他们给安排给自己的宾客 包括美国的政要和富豪 爱玩的安德鲁王子当然也在其中 据说每次服务结束之后 爱波斯坦还会让女孩们回来写个报告 爱波斯坦还会让女孩们回来写个报告 详细描述服务细节 既是为了下次完善服务质量 也是为了留下材料 以备不时之需 早在2015年 美国警方就发现了他的违法行为 据调查被爱波斯坦糟蹋过的少女多达80人 但是在金钱和人脉关系的作用之下 那次他只蹲了一年牢就自由了 出狱之后 爱波斯坦重操就业 继续用同样的服务招待宾客 名单里依然有安德鲁王子 今年的7月份 爱波斯坦再次因为这项癖好被关进了监狱 这两年女性反暴力运动比较热门 几位当年被爱波斯坦糟蹋过的女孩大胆站了出来 他们请了律师提交了证据 指控这个妥豪的变态罪行 假如爱波斯坦不能在法庭上自证清白 等待他的将是50年的刑期 如果能活着出来 那他可都110岁高龄了 这个结局让爱波斯坦很绝望 更绝望的还不是坐牢 当年那些未成年人服务过的顾客里边 有美国的前任总统 参议员 州长 很多富豪 以及英国的王子安德鲁 假如他在法庭上表现不好 把这些客户都给得罪了 那他在监狱里边会生不如死的 还有他的家人会遭遇什么 他想都不敢想 在煎熬中挨了一个月之后 爱波斯坦于8月7号在狱中上吊自杀 他的撒手人寰让老客户们集体松了一口气 但是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 因为爱波斯坦的死态有问题了 当晚他的牢房没人巡逻 但是巡视记录上却显示 每半个小时就有狱警过去转一圈 按规定 犯人不能被单独关押 但是当天晚上爱波斯坦的狱友恰好生病换房了 而看过他尸检报告的人怀疑他是被勒死的 爱波斯坦不愧是个大人物 他的词惊动了美国的司法部长 部长说他看过当晚的监控视频 爱波斯坦的牢房没人进去过 很遗憾他就是自杀的 人虽然死了 但是案子还得继续查呀 美国的司法人员现在依然为这事忙活着 谁也想不到的是 大洋彼岸的安德鲁王子 却被他热爱的子民们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关于他当年糜烂生活的报道出现在了报纸的头版 版面甚至超过了脱欧和议会大选 自打流言蜚语出现以后 王室就不停的发文否认王子跟这事有关 王室宣传部的职责决定了 必须要维护王室成员的形象 何况安德鲁还是女王最疼爱的儿子 利用王室的名义 替王子的生活作风问题辩解 这都豁出去了 可是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 越是否认 就越能激发民众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声 王室也有点顶不住了 老是死不承认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安德鲁再次发扬了贵族的歧视精神 勇敢的站出来 独自接受BBC的专访 想一次性彻底把这事做个了断 采访漩涡中的王子 这可是个好活 BBC派出了最有经验的主持人 做足了功课之后 带着器材去了白金汉宫 和安德鲁王子来了个面对面访谈 当问到 你有没有跟未成年人发生关系的时候 安德鲁坚决的否认了 一个名叫吉福尔的女子说 她曾三次给王子提供了服务 安德鲁说 她根本就没见过那个人 当主持人拿着安德鲁 搂着吉福尔的照片的时候 安德鲁说照片可以伪造 她想不起来的事就是没发生过 访谈在逼问和否认中结束了 安德鲁觉得自己表现得还不错 还兴致勃勃的带着摄制组 参观了白金汉宫 安德鲁王子或许以为自己搞定了那件事 但是他想错了 因为民众看到的是一个不停狡辩的王子 他对那些被糟蹋过的受害者们毫无歉意 而且整个剿片过程中漏洞百出 语无伦次 彼此繁琐的脱欧谈判和议会大选 王室的私生活显然更能引起民众的兴趣 大家齐心协力一起人肉王子的过去 曝光的黑材料越来越多 面对层出不穷的爆料和证据 王室的否认和辩解越发苍白 于是在自己结婚72周年那天晚上 女王只能亲自出面 把儿子赶出王宫 因为外面已经有人在讨论王室存在的必要性了 俗话说 出来混迟早要还 安德鲁王子当年玩的有多放肆 现在的处境就有多艰难 今年所有安排好的活动已经全部被取消了 就连替他出席活动的人都接到了通知说不用来了 王子所有参加过的公积金几乎都删除了他的名字 各大商家也宣布不再跟这位王子合作了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 重判亲离 更严重的可能还在后边 王室曾经回应民众说 宫里只有女王一个人有司法豁免权 可以不被法院解诉 这就是说 如果每天美国派人到英国传唤王子 他还得乖乖的过去配合调查 假如查出什么来 判他个三年五载的 该蹲监狱 照样得蹲监狱 安德鲁王子的人设已经崩了 那些顶着王子光环混吃混喝的日子 也一去不复返了 他的个人危机一天不度过 王室的危机就一天不消失 93岁的女王也变成了一个教子无方的母亲 这事就告诉我们 这下一代一定要教育好 否则即便老祖宗是国王 该出丑 他还得出丑 甚至家业都有可能被毁掉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或者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